现在零零后的唱功能有多逆天 当着原唱的面也能开口经验 今天就来分享几位天才同声 还记得20年那个在教室唱友善恋一举包红的小男孩吗 当年他的心腔惊艳了无数网友 不仅引起了央视的注意 更是打动了鲤鱼钢 如今两年过去了 这位名叫刘泽举的小男孩 不仅从教室走到了台前 更是和鲤鱼钢合唱了万象 第一 歌曲的难度那是在KTV里谁唱谁死的程度 但是这位名叫徐静的小妹妹 唱得那叫一个张嘴就来 当着含红的面表高音还轻轻松松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燕 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角 唱歌就酥酥有茶 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中国说中国好声音前三季是成员选秀节目里的天花板 那中国新生代就是儿童选秀节目里的天花板了 好家伙 当年就是这个节目上我见识了人类高质量幼崽都长什么样 童选秀的这首像梦一样自由 当年也是王渣级别 想不到王温混了大半辈子竟然差点被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妹妹超越 而如今张雨昕更是成为了新盛代的实力歌手 甚至还曾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登上了国际舞台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小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